东盟一连三天在澳洲墨尔本举行特别峰会 纪念东盟和澳洲建立对话50周年 澳洲外交部部长黄英贤宣布 政府将在未来四年投入6400万澳元 或者和马币将近2亿令吉 用于加强双方的海上合作伙伴关系 而最近在南海课题上和中国闹疆的菲律宾 则向北京喊话停止骚扰他们 澳洲政府投入的1亿9800万令吉 会根据东南亚国家的优先事项 为有关地区的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澳洲广播公司ABC报道 这些合作包括保护珊瑚礁 开展海上执法和领域意识活动 地理空间测绘 海洋环境治理和保护 澳洲外交部部长黄英贤还表示 南中国海自由开放的海上通道 对相关地区的贸易至关重要 澳洲正与东南亚伙伴密切合作 应对共同的海事挑战 维护国际法 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南海课题一直以来都是各国面对的棘手问题 最近与中国关系紧张的菲律宾代表也出席了峰会 外交部部长马纳洛表示 菲律宾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但同时也向北京传达了一个简单的讯息 那就是请停止骚扰菲律宾 The South China Sea holds an even more promising future as a hub where blue economies could emerge reminiscent of the pulsating maritime trade that historically connected the peoples of the region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nature However, such future will only be possible if nations in the region resolve to uphold cooperation over confrontation and diplomacy 菲律宾为了摆脱中国的钳制 解决贸易严重依赖中国的困境 扩大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 他们希望可以尽快和欧盟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马纳洛说菲律宾正在和那些面临类似问题 或有类似担忧的志同道合伙伴接触 不过他也坦诚 能否在这方面获得菲律宾最重要的安全盟友 也就是美国的支持 还存在一些小疑虑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